我们来说一说 既有气蜜 同时也有湿蜜 这样的话咱们该咋办 既然不能用红豆一米和黄芹的话 那咱们换点什么呢 就这几样 大家看认识不认识 这里边有杏仁 杏仁不就是止咳的吗 没错 这里有杏仁 杏仁它能够降气止咳 气息下降 腐气都通降了 这个时候便秘就可以缓解了 另外杏仁当中含有一个丰富的止止 就我们通俗来讲 就是含有油脂 油脂它就能够润肠通便 杏仁咱们认出来了 能降气止咳 对缓解便秘是有一定帮助的 那剩下的饲料都有啥作用 刮楼 戒梗 纸鞘 生白猪 刮楼它能够清热化痰 改善这种便秘的作用 纸鞘 纸鞘能够行气 纸鞘的作用就行气除胀 对于这种腐胀 靠纸鞘 也就能够增加胃肠儒度 西医说为动力不足马丁林帮忙 我们中医就得靠纸鞘来行气小杖板 接着能够开宣废气 废气能够正常的宣发 这样腐气就能够正常的通降 白猪有生用和炒用 如果是治疗便秘的话 一定要用生白猪 为什么要用生白猪呢 因为生白猪它里面含有一定的油脂 所以说它能够健脾通便 而炒白猪通便作用就比较差 所以在临床当中 我们治疗一些习惯性便秘 常年性便秘 都有生白猪 大剂量的白猪 它就会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如果您的便秘是拉不净 还油腻 非常可能是湿蜜 可以用红豆一米帮忙缓解 如果您是没劲拉 还咳嗽 气蜜的面大 黄奇汤能帮上忙 那要是湿蜜气蜜一起找上门呢 就得用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五味药了 瓜楼 生白猪 结梗 杏仁 和纸鞘 哪样又该要用多少呢 瓜楼呢 大家可以放三十颗 结梗呢 十到十五颗 杏仁呢 十颗 生白猪 剂量稍微大一点 三十颗到五十颗 纸鞘呢 用十到十五颗就可以 先服用一周吧 如果感觉 这个便秘能够缓解了 那就可以停药